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个地点看到过这间店 因为它其实在这几年内就开设了多达17家分店 而同样在3&3 at Somerset 另外一家店面也在不同的时段出现了人龙 店内外坐着的顾客手上都拿着一杯杯加料的冰淇淋 又是蜂巢 又是棉花糖的 那这个就是从台湾引进的韩式冰淇淋 Honey Cream 那大家是不是也好奇在这么多的甜品当中 为什么会选中Honey Cream来引进我国呢 这一集我们就找到了Honey Cream的老板娘 和我们来分享更多D70店背后的故事 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第一次接触到Honey Cream的时候 是大概一年前吧 那他们也刚刚开幕不久 我就排了大概有两个半小时 大概有四公里 我们引进过来的 都是国外最等级的那些材料 比如说我们的Honey Cream 就是那个蜂巢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就是尤其新加坡人都没有吃过吧 我们想要给他们的感觉 就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吧 哇 其实台湾的分店的人龙 竟然有四公里长呢 那Honey Cream第一天在本地开张的时候 顾客也是需要等上两个小时左右 其实他们也刚刚在玉郎东 开设了第二家分店 相信等候的时间应该会减少吧 那国人到底愿意花多长的时间来排队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现场受访的顾客是怎么说的 从他一开张到现在 我们都是都时常来吃 一有空就来咯 那你在这里排过最久的一次是多少 最长应该是开张的那一天 排了大概有没有一个小时多 有一个四世你自己次排队买的 已经算不清楚了 因为我每次来都会来这边买这个冰淇淋 每次会排很长很长的队 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 比其他冰淇淋不同的味道 你现在已经排了多少时间了吗 只有20分钟 它总是比较长得多 但今天已经快速了 我认为最长最长的 就是30分钟 或35分钟 哇哦 小小一杯甜品 魅力可真是不小 甚至可以吸引来自外国的朋友 入乡随俗加入我们的排队队伍当中 但是像这样的趋势 业者是不是会担心 人气会逐渐消失呢 我们再来听听 Honey Cream的老板娘是怎么看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是一种trend 可是我们想要做的不是一种trend 我们就想要一直有不同创新新的东西 比如说新的口味 好像local style的东西 新加坡人会喜欢的 说到本地的特色 那么老板娘就刚刚还告诉我们了 说为了要配合SG50 她就推出了班兰椰糖和麦片牛奶 这两种新口味 那屏幕前的你又是怎么样来看待 本地这种爱排队的现象呢 我们也访问了一些公众 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不是很理性了 就算它很好吃非常好吃 我也不会花一个小时多去排队 有点很夸张 因为一两个小时 只买那个摇摇跟韩语 Cream 好像有点浪费时间 个人的喜爱 所以喜欢吃优格或者说冰淇淋的人 他们可能就会去愿意排队了 其实我蛮同意其中一名公众的说法 如果是喜欢新鲜感 喜欢吃这样的甜品的人 自然就愿意花时间去排队 对他们来说 这个等候时间可能其实也是甜蜜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花时间排长队不值得 其实也没有错 我想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那另外大多受访的公众也都透露 对于这种热潮 他们顶多愿意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排队 那在看节目的你 又愿意花多长的时间来排队呢 这一期的流行哇哇哇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的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婚礼省钱庙方 想要了解更多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同时呢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Facebook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吧